环保和替代能源是近年来众所关注的话题 大量依赖进口石油的美国近年来也努力寻求开发替代能源 一向在科学技术使用上开先锋的美国军队 近年来也致力于研究如何扩大使用捷径能源 对军队来说除了环保以外还有战略上的考量 我们一起来看看 环保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抱怨 只要柴油和汽油价格相对偏低 寻找更清洁的替代能源的动力就不大 然而原油和汽油价格并不是走向绿色能源的唯一理由 美国海军部长雷·马布斯表示 海军计划在2012年实现航母战斗群使用替代燃料 我们把它称作大绿舰队 就像我们把使用生物能源的F-18战机称为清风侠一样 美国海军已成功测试生物能源 在不同空中和海上运输工具的应用 马布斯说 与其购买新的使用替代能源的设备 他们找到了目前战舰可使用的生物燃料 我们已经鉴定了F-18战机 我们鉴定了直升机 水上突击艇 我们目前正在鉴定其他设备 我们拥有数量庞大的飞机 军舰 船只 并且未来十年还会继续发展 我们希望我们的能源使用有一半是来自非化石燃料 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 就必须使用现有的装备 马布斯表示 使用绿色能源对环境和经济不但有利 推动替代能源也是一项战略举措 我们从地球上很多潜在的动荡地区购买了太多石油 我们不可能让他们购买我们的船舰和飞机 但我们却给他们那些船舰是否可以起航 飞机是否可以起飞的权利 因为我们从他们那里购买石油 我们使用替代能源也有战略性的考量 在阿富汗前线的航母要得到一加轮汽油 是非常昂贵 非常困难 也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消费者来说 那些由藻类 木屑 芥菜籽 或者其他有机来源制造的燃料 还没有大量进入市场 但是马布斯部长表示 这很可能由于军队对替代能源的需求成长而改变 军队往往使用最尖端的技术 随后才是民用 我认为因为军队使用大量能源 我们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 并且压低价格 确保基础设施的建立 之后让其更加容易转换为更大的经济领域 脱离军事范畴 目前海军正使用一种包含石油产品的混合生物燃料 燃料中包含50%的石油 原因是考虑到发动机润滑 马布斯部长表示 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 生物燃料最终应能自己产生正确数量的润滑剂 我认为军队使用大量能够建设计划 我认为军队使用大量能够建设计划